南門國小 那南門國中跟國小以前是什麼學校 有人知道嗎 它是木構建築的警察學校 所以當時也很多人搞不清楚這個地方 那我們現在已經有到了什麼學校 警察有到大學了 對不對 以前是只有警專 所以以前警專在那邊 警察學校而已 還不到警專的一個程度 警專後來是在木柵那邊 帥哥你也是老師嗎 對 很好啊 你們就知道 年輕人的學校 要來了解這個練習都很好啊 這間就是大家以前都很害怕 給我做這個農事 好嗎 三面我們可能來不及 好 那我們等一下 我們下一個請問 對 台北有兩個228館 知道的舉手 很好 你為什麼知道有兩個 我現在哪開 就是在228公園 228公園裡面那個地址是什麼 你看我今天好喜歡考島人 凱達格蘭 凱達格蘭大道 凱達格蘭大道 幾號 一號嗎 不是 三號 三號 凱達格蘭大道以前叫什麼路 接受路 為什麼把它改為 叫做凱達格蘭 是經過票選的 六千多個票選 然後最多的很好 就是把它命名 凱達格蘭 當然也有一個人的命名 很好笑很有趣 可是沒有被入選 叫做馬力聯盟 他希望說馬力聯盟路也來參選一下 結果沒有入選 反過就是有趣的一個插曲而已 那當時也還算不錯 因為只有三個門牌 很快就可以改門牌 我們現在台中地區 有沒有台中地區來的朋友 以前有一個地方叫中港路 對不對 現在改名叫做台灣大道 很多人一定很生氣 我的戶口 我的銀行 我的所有的資料 通通要去做什麼 變更 煩死了 那凱達格蘭大道 只有三個門牌 所以更改起來很方便 而且這是官方的建築物 來一號是誰 總統府 奇怪 為什麼很多人都這樣猜 不是吧 台北賓館 這個老師知道 這個老師知道是 台北賓館 二號呢 外交部 對 衛交部 3號就是台北228 我們先坐 谢谢大家